康霄造反 带着他的兵丁杀相依齐步 要夺帝库的华夏社稷 帝库呢 只带了几十个侍卫 再就是仪仗队 还有做饭的伺候起居的女人 依齐步啊 也就有青壮年小伙子五百人啊 今天来说都是民兵 这伙人组织一起 根本不是康霄的对手 在这危机时刻 各个部落组长吓得都准备逃走 还多亏大祭司女丑 足智多毛 他说 大家别慌 我们有办法 我们用战车可以打败他们的强兵 但是打造战车得十天的功夫 想办法派人阻击 康霄的君族 别往前进 叫他们在半道上等我们十天 我们打造完战车 再喝点交战 地窟都要哭了 怎么能够阻止 康霄在半路等我们十天呢 女丑说 有人能办到啊 谁呀 就是我徒弟庆都 庆都跟我学了十多年文武全才 由他做总指挥 准能够阻止 康霄的敌兵 好啊 地窟点头答应 把总指挥 这个权力就交给了 庆都了 庆都知道 他师父的意图 接到命令之后 第一指令 就派他的师父去 打造战车 你负责技术工作 又怕他师父 说大了太辛苦 精气神不到 又派两个得力的助手 谁呀 就是他的两个叔叔 一熊一虎 庆都说 二位叔叔 你们是本地人 熟悉情况 谁擅长伐木 谁擅长做木工 你们那心里都有数 你们俩负责 组织协调监督 打造车辆 由我师父 监管技术 二十辆战车 如果在十天之内 玩不成 你们俩可一并 治罪 说着 扔下一只鸡毛令 哎 俩接过令 舰挺高兴 心说 嗯 我这个侄女 真行 懂得号令用人 排兵不振 有大将之才 好 叔叔 识识你 遵令 清都又拿起 一只鸡毛令 大狼二虎听令 呀 大拉二回响 还有我们俩事啊 赶紧过来 在 有 你们俩人 说领我不 所有会烧木炭的人 立刻 伐木 烧炭 嗯 至少在明日 清晨前 烧至 三百斤出来 也可以啊 到各个窑户 搜集木炭 要烧好之后 屯于 孤山山道 敌广谷的两边山头上 啊 清都啊 烧炭干嘛 不用多问 等候我的命令 叫你烧炭 你听明白没 听明白了 行 得令 两个小伙子 高兴 不就是烧炭吗 这个太简单了 因为一七步 是个烧桃的部落 平时就用炭火 有很高的烧炭技术 清都又拿起一支令箭 四处听令 再 你可以带着胖鸭 把咱们一七步啊 所有烧好的桃棍 无论是好的还是刺的 只要它不漏 全给 搜集过来 另外 多多的弄些个干草 破旧席子 草垫子 干树枝 也运到了 孤山敌管谷的 两边山头之上 和木炭放在一起 不得有物 得令啊 四处领命走了 清都又拿出一支鸡毛令 帝库听令 嗯 啊 帝库一听 还有我的事啊 赶紧整整衣裳 出列失礼 再 陛下 你要亲自出战 但是 这一仗 许打败 不许打胜 啊 帝库一咧嘴心的话 叫我打败仗 那还打个什么劲 干脆别打了 就败了呗 可是 又不好那么说 第一声问 呃 清都啊 我没太明白 这败仗 怎么打呀 哦 陛下 明天一早 你乘坐 碾车 带着所有的护卫 从 敌广谷 出孤山 迎战 贡功 记住了 只许败 不许胜 败了有功 要是胜了 必将 责罚 啊啊 帝库没说话 众人一听 就一弄开了 耶耶耶 这什么打法呀 让陛下亲自冒险 只许败 不许胜 哎哟 这这这 这能行吗 清都把脸一沉 不许喧哗 哎哎 大家一听赶紧 把嘴闭上了 帝库 明白 清都的用意 哦 是拿我当诱饵啊 行啊 他恭恭敬敬 接过令箭 哭 接令 退到一旁 清都又拿出一支令箭 搞父听令 搞父一机令 怎么 最近的心情特别不好 非常郁闷 怎么那么郁闷啊 他眼睁睁 看着心爱的女人 清都被帝库取走了 能痛快吗 但这事他没辙呀 帝库是自己的君主 自己得无条件服从 有苦啊 还不能发泄 幸好啊 这个期间 三丫是乘虚而入 他照顾搞父 让搞父多少 有些安慰 同时他师父女丑 找他谈话 告诉他 把清都嫁给帝库 是几年前 我做的决定 也不光是我的决定 也是清都的意思 你想啊 清都跟你在一起 这么多年 他哪里当亲哥哥呀 对你没有别的感觉 即便没有帝库出现 你们俩也不可能 结合到一起 不然清都 为什么要比武招亲呢 直接家里就完了呗 他要比武招亲 就是心里没有你 经过一方开导 搞父的心 逐渐想开了 但是 爱情 尤其是初恋 这玩意儿力量太大了 即使把这个感情 给压制住了 但是内心深处 也放不下 搞父默默承诺 清都啊 今生咱们无缘做夫妻 但是我仍然会用生命 守护你一生 这才是化爱情为力量 后来搞父真是为 庆都战死啊 现在搞父听庆都 叫自己的名字赶紧出列 再 不知指挥哪旁使用 师兄啊 你的任务非常重要 那就是 在两军交战的时候 一定保护好陛下的 安全 杀贼抗敌 与你关系不大 哪怕你杀敌一千 陛下若有半点损失 本指挥定斩不饶 这句话说的 搞父心中一酸 差点掉泪了 清都啊 开了你心里只有陛下 哎 也罢 你爱之人 便是我爱之人 好 请指挥放心 保护陛下的安全 就是在下的职责 哪怕我在战场之上 粉身碎骨 也绝不会让陛下 损伤一根寒毛 最后这两句话说的 多少有些悲壮色彩 清都明白不 清都多聪明啊 明白 他温柔的一笑 哎 哥哥 你言重了 我要陛下 安然无恙 也要你毫发无损 这是军令 是 这番话 小伙子心里觉得暖和 差点掉泪 结果令箭赶紧退下 清都高喊 一场如听令 呃 在 明日 你率领本部一百名士族 前往 敌管谷口埋伏 发现陛下 将敌兵引进谷内 你把陛下放过 然后你带人杀出御敌 依旧是 只许败不许胜 是 取逆族长和阿坤听令 在 在 这爷俩走了过来 你们父子 各领着五十名弓箭手 隐蔽在敌管谷两边的山头上 发现谷内起火 并有 共工的兵族往外逃窜时 立即乱箭齐射 尽可能的杀伤 共工兵 遵律 随后 又命令大族 长敌 西荣等各族组长 各有分派 有的做 八方接应 哪里力量薄弱 就接应哪 有的作为补充预备队 一旦未能挡住 共工贼兵 就得冲上去拼命 有的负责保护 一级部的 老少们赶紧转移 先躲起来 以防不测 庆都把这任务 啪啪啪派下去 可以说 指挥到位 任务分明 在场众人都按条大拇指 服了 从这个分兵派将 足可以看出 庆都侍卫 统兵带队的将军之才 那么庆都干什么呢 庆都担负了一项 重要而十分危险的任务 当天晚上 挑选一百名小伙子 离开了一旗部 临走的时候 找到了大狼二虎 面兽基义 你们俩可记住了 需要如此这般 这么这么这么办 怎么样 能干吗 太好了 容易办 你呢 我需要如此这般 这么这么办 啊 俩人一听吓一跳 庆都啊 你的任务太危险 要不咱们晃晃 行了行了 大狼 二虎 任务一定 不能更改 只要你们把仗打好了 我就安全了 打不好 我就危险 所以我的安危 可都在你们身上 你放心 你放心 我们一定能打胜仗 好 那我走了 庆都带着一百人走了 干什么去了 现在保密 一会儿您就清楚了 按下一期部的人 一夜未睡 做好社府准备 回过头来再说 贡公室 贡公室的首领 叫康肖 今年五十来岁 按现在话说 也是满拼的 他恨透了帝库 这次恨不能泪生双翅 空降一期部 诛杀帝库 一学 前耻 所以这次 他是孤注一掷 发了倾国之兵 他以为 一期部 加上帝库带来的人 比自己差得太多了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要是不把帝库抓住 叫他逃回伯都 那就如同龙归大海 再想抓就没那么容易了 所以康肖喝出去了 来了个斩首行动 发急兵直奔 一期部 来个速战速决 可由于交通工具限制 那个年代打仗 基本都是靠双腿 从幽州到孤山是四百多里 那个年代 又没有修工路 不是山 就是谷 不是大河 就是沼泽 太难走了 强行军 也走了七天多 这天来到孤山一北 夜幕降临 康肖不敢让人前进 因为前边又要过山了 万一一期部有准备 设下埋伏 黑灯下火 那容易吃亏 他吩咐一声 安婴扎寨 就在孤山北面 休息一夜 明天出站 第二天清晨 天还未亮 就吃过了早饭 整庄待发是开进 孤山 从哪走 孤山道 这条道是两山加一沟 难道说通一期部就这一条路吗 不不不 还有几条路 但有一样 这条路是最近的 为了兵贵神速 康肖选中了这一条山路 一进山呢 康肖就喊 各位弟兄 大家注意 以防敌人再次射服 小心点 向遥高喊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听了没有 此时正是 谷雨前后 曹长应飞 要加十倍的小心 果然走了 没有十来里地 突然有喊杀声 杀呀 杀呀 大将军向遥 抽抽宝剑 停 有埋伏 准备战斗 所有共公士族 把武器举起来了 进入战斗状态 康肖秦 康肖乘坐着一辆碾车 他们一共是三辆车 他是首领啊 扒着扶手探头一看 就看远处 齐帆招展上边画照 龙鸟的图案 这个图案就是 华夏的图腾 大旗下 厌制排开 有二三十人 队列整齐 五十打扮 装备精良 每人都是左手拿着盾牌 右手握着短剑 毫不威风 中间一辆居年 上游滑盖流苏倒挂 车上端坐一个人 四十来岁 面白如玉 三流短须 康潇一看认识 非是旁人 正是仇敌 华夏国国军 天下共主 帝库 嘿 我找的就是你 这可真是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啊 康潇扯着嗓子喊 嘿 对面坐车的可是 鸡骏吗 鸡骏是谁啊 是帝库的名字 康潇现在是铁了心造反 连尊号都不叫了 帝库也不在乎 命人赶着车往前又走了几步 拉近了距离 不错 康潇 多年未见 看着你的眼神还不错 还没见老 哼哼 你没死 我不敢老 康潇啊 你离得太远了 说话不方便 能不能把车再往前拉几步 咱们走近了说话 呃 这 康潇听完眼珠滴哩溜溜转转 往前边路上 瞧了瞧 心想 帝库叫我往前去 前面地上 是不是挖坑了 盖上浮土和草皮子 挖到险井 我车往前一动 夸叉 在吊沟里 嘿嘿 我才不上当 想这一阵冷笑 鸡君啊 哼 咱俩没什么好说的 你爹 把我们共工人赶到幽州 像奴隶一样派人看管 我们受不了 咱们两个没什么说的 咱们是一天二帝之仇 三江四海之恨 今天一并跟你算清 弟兄们 前边车上之人 便是帝库鸡君 谁要抓住他 赏活阳 吴白芝 奴隶五十人 美女二十名 官方大将军 给我冲啊 一声令下 两千多共工兵一个个 头戴牛角 身披肩甲 手持武器 像下山猛虎一般的冲下去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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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啥呀 啥呀 我 地库一看 康肖舍铁了心造反 根本不容自己规決 他叹了口气 摆手 驾车人赶紧 掉转车子 嘎吱吱吱吱吱吱的 干嘛 往回跑 他跑后头去了 地库的卫队 手持盾牌 拿着短剑 冲上来迎战共工军 按说从装备上 地库的卫队 那是当时世界一流的 手使的是金属铜剑 比师刀师斧要锋利百倍 而且都是经过严格训练之人 顿时和叛军打在一起 可是真动起手来 华夏卫兵不行了 为什么呢 造反的共工兵啊 太彪悍了 而且戴着牛角 身戴着皮铠呀 手舞师刀师斧 杀伐骁勇 那位说了 华夏兵不是金属铜剑 比他锋利吗 诶 在冷兵器时代 铜剑属于锐气 锐利是锐利 一是短 不好靠近 除非是一剑 刺中对方的要害 不然 对方被你扎了十剑 他还能战斗 可是 敌方要是用十刀十斧 砸你一下子 立刻骨盾金蛇 马上失去战斗力 华夏卫兵开始还可以凭剑 铜剑锋利 砍杀敌军 到后来架不住了 人家人多往前拥啊 而且这十刀十斧都长 你的铜剑够不着人家 他们只好用盾牌 抵挡 十刀十斧 地裤站在车上 远远看着机坏了 高哈利生 敌军太厉害了 快撤快撤 航完之后 命令驾驶的卫兵 快快跑 好嘛 他不管他的士卒了 他往后边一跑呢 搞腹赶紧冲上来 干嘛 保护地库 当时华夏的这几个人 军心涣散呢 哪能抵挡啊 转身就跑 大部分都死伤在当场 康肖一看 哦 这就是华夏的精锐卫兵啊 也不过如此 给我追 把他们杀干净了 活捉地库啊 哇 一个个争先恐后 追上了 康肖一边看一边做 看来 鸡郡这些年 没什么长进 先前我还担心 他得信之后跑了 嘿嘿 他没跑 这是天赐我爆出的良机 追 他驾车也追下来了 山路越走越远 吓坏了巫师土星 土星也坐车呢 一共三辆车 左边是大将军向遥 右边是土星 中箭是康肖 土星说 族长啊 不能追了 我呆笑埋伏 刚说到这儿 就听两边山沟中 有人大喊一声 沙哟我 冲出二百多人 一昌如带兵 要阻击 康肖